以木棍拍打紋身工具 照着节奏刺进皮肤 这是来自夏威夷原著名的传统拍翅手法 其实排完族也有传统纹身手法 但是这个技术已经先为人知 Jewelry在一次的纽西兰的 纹身交流活动 意外被Kione的拍翅身感动 因此舍弃机器重拾传统技术 这一次他也受邀参加 第十届高雄国际纹身艺术展 我们在那边 我们被震住了 原来拍翅是这么震撼 当下我就决定了 我绝对想要做拍翅这个技术 把我们该消失的技术恢复回来 Jewelry表示能够和Kione交流获益良多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所 像我昨天在工作的时候 他就来我旁边做技术指导 握枝握法沾握水的所有的技巧 包括助手的技巧都教我 现在想要看到传统拍翅相当难得 因为现代多数使用机器纹身 但来自夏威夷的Kione和排湾族的Jewelry 都在为了传统拍翅技术努力 希望技术不要中断 约时新闻Mulas 达九高雄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